各位委員 我们接下去是不是我想请台电的郭总经理 那么针对刚才各位所提的数字 可能有一些质疑 认为台电的数字可能有一点误差 那么是不是请郭总经理先开始来说明一下 谢谢 我们给你这个要多讲十分钟 好谢谢 部长还有各位委员 非常感谢能够给我时间来说明刚才报告的数据 有关台电提出来的部分来做说明 那么核市场原来提出来的总投资的金额是1697亿 那我们提这个数据呢 都是有详细把它分类 也一共分了八类 核能燃料多少 土地多少 土地改良物多少 房屋及建筑 机械及设备 交通 还有杂项 工程间接会 我们这个都是会有非常详细的来把它编络出来 那么目前我们在重估的结果是说 要增加三百八三百八十五亿 那变成为两百两千零八十亿 那么这个增加的原因呢 主要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容量的基础呢 由一百变为一百三十五亿 所以呢增加了两百六十七亿 然后汇率的变动增加了七十一亿 然后利息的减低减少了四十亿等等 这些呢主要的这个因素呢 我们是一项一项来把它列出来 因为要重新评估呢 台电是很小心的一项一项把它列 另外呢 因为这个工程现在已经进度到34% 因此呢 我们在这个评估的时候呢 也参照有些我们都已经花包出去 像大象的一个这个设备 这个我们契约容量已经将近九百亿了 就是定契约的 那实际上进度的已经四百多亿了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工程进度到这样呢 重新来评估跟过去 过去何一何何三 它是有接览的不同 因为何一何五何三呢 在建造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真的 实际上讲起来 当时台电呢 对于和能电厂也没有建造的经验 那是在赤边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时候偏低 第二个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 何能建 何一何五何三在建造的时候呢 刚好碰到三立岛 68年之后三立岛事件 那对于这个核能法规的规定比较严苛 那我们也必须要跟着来修订增加的开支 还有在这个60年到74年中间 在施工的期间碰到这个属油危机 物价已经大幅度的上涨 所以这些工程会增加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当时在估计的时候都没有考虑进区 核一核核三估计的时候没有考虑那个前黑启动 当时就是说不必要 后来认为有需要 所以在每个这个电厂里面 我们就装了前列启动的这个发电机 柴油发电机来普通 让你有前列的时候能够让核能来启动 所以这些因素到目前来讲 目前来讲我们的属机已经有了 而且已经有发包了 而且这些我们有三个核能电厂的经验 因此我们现在把它重新评估的结果 大概是2,082亿 我们应该是大概是可以 那么假如我们参照 我们参照日边来估计出来 他们大概是在 假如用5%抵抗率的话 他们估计假如USD每kw 大概2,848块钱 假如说用10%抵抗率的话 他们就每kw3,140多块 那我们现在估计出来是2,351块 比较来讲台湾的物价跟日本的物价来讲 应该这算还是可以 还有我们这次大量 这个大项的采购 我们的价格设备实在讲算不错 不管这个核导或者是我们的气级发电器 都是会讲设备算价格很低 因此我们把它重新 KF以来重固的结果 大概是刚才2,082亿 那么另外有些谈到说 我们这个违补会 运转违补会 原来提出器的4毛多 那现在变成2毛多 那原来提出器那个设置 是当时我们含有那个FGD 就是脱流设备跟脱销设备 两种设备 那时候比较没有那种技术 估计的偏高了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脱流设备 脱销设备 现在都在有的在运转 那脱流已经在运转 脱销已经在改善 这些已经有数字在那边 我们重新在revised 所以这个价格 就是刚才重新那个价格 所以运转违补会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改变 那至于这个capacity factor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容量因素 为什么有这么高 那讲核能的部分 我们近几年来 每一年的平均核能 基础的容量因素 都超过80% 像我最近今年大概85% 86%左右 所以这个数字 我们就是把人来的capacity factor 从70把它调整为80% 那其实我们在做比较的时候 像棉油气 其实都是同样用80%来 做一个同样的务数来比较的 那这个有关于这个核能末端基金 这个他提出来说 这个可能会少 那实际上这个报告就说 或许可能这个两个人都包含的那种 我们提我们估计的这个核能末端基金是包括 这个高汎素性肥料 低汎性肥料 还有加上裁场三个部分 那这个可能误解上 就是说当时所谓这个 这个百分之九十呢 实际上是高汎素性肥料 再加上裁场 我们这里也是百分之九十 不是百分之三十 我们如果有裁场 我们是百分之三十 假如包括高汎素性肥料的处理 就百分之九十 所以这两个数字可能是一样的 那我们目前估计呢 就是说要1650亿 按照我们核能 这个基础继续运转四十年了 其实我们可以提拨到两千多亿 所以比这个还高 所以但是以目前来估计呢 台电的提的每一度一毛七 这个是在世界的有何能 这个国家里面就是在也算不低 我们是以瑞典的基础来推估 然后我们将来按照这个办法呢 是说每五年我们会重新评估 所以国际的基础发展 或是它的所需要的金额 有没有变化 那我们这个变化 原来是一毛四 经过评估变成一毛七 所以我们这个每五年 会再重新评估一次 来配合我们这个实际上 基础的改进或需要 另外有一个讲到利息的问题 这个7.75是不是合理呢 在我们财务的立场 现在我们取得的资金 都是以新台币 因为我们国内的资本市场 现在已经大了 过去台电借钱 大部分都是向国外贷的 但现在都已经改在国内策作 那以台电最近取得的利益来讲 是比这个还低 目前我们发行的公司 在上一次发行的 最近发行只有6% 所以这个市值来讲 我们还是已经保守在这里面 估计进去 所以实际上我们7.75的利率 已经包括在固定费用里面 已经把它固定进去了 那么注意是说运转后的 我们已经也是把它换成到 都已经把它换进去了 所以这里面的这个 刚才那些 我做这个实际呢 我是做这样的说明 当然我们台电呢 会注意 因为这些估计输呢 将来跟实际的 因为这是一个进化成本 将来跟会计账的实际成本呢 也会不大一样 尤其在进化成本里面呢 它的利息的估计呢 是包括自有租金都包括进去 那我们会计账的实际的利息支持呢 它是足有借钱的利息才算进去 我们自有租金的利息 我们就不算进去 就是在我们国内的会计的规定 所以呢 人家或许会说 这个你实际的为什么只有8毛多 在这里算起来又是1块6毛多 所以这样最大的差别就是在利息里面 这一点呢 我在这里呢 也是提出来来说明 那么以上呢 这些刚才我们听到的部分呢 提出来 把这个台电做的事情表达出来 那当然这个 这个对一会呢 是大家的委员来参考 谢谢 高总经理 那么接下去呢 我们是要开始花言 那么有四位委员已经把递了一个条子给我 那么第一轮的这个花言呢 有赖敬林委员 还有这个施教授 施教授 他们都赖委员 愿意把他第一轮花言的5分钟 那么施教授 施委员愿意把他第一轮花言的4分钟 他只要保留1分钟 那么给我们罗 这个罗先 罗教授 那么另外呢 就是张 这个 我们的王隆德 王委员的代理 张长泉教授 那么还有我们的张国龙 张委员 张教授 这个张次长呢 愿意把他们的各5分钟呢 都要让给李炳正教授 那么所以哪一位要先花言 那么这四位的这个时间完了以后 我们再看其他的委员再继续花言 好不好 那我们就是到底是罗 那有9分钟 那留1分钟给 施 施教授 好谢谢 他说要先花言 哪一边 所以后面再1分钟呢 好 好 那我就先讲一下好了 我想这个核四的这个预算 那么当初在立法院通过的时候 他是用这个100万千瓦 那么1697亿 那么那个时候还保证不会追加预算 那么1996年绝标的时候 台电也信誓旦旦说 这个我们买到了便宜的机组 我们绝对不增加这个预算 但是今天我们知道 基本上重估的结果 要有400亿左右的这个追加 那我们不晓得说将来 还会再追加到什么程度 那么这个400亿左右 大概就等于现在的一个实际支出了 所以我想这个停止这个新建这个核四 那么我想应该对我们的损失是会最小的 所以我想从这个核电的这个预算 我们今天生日去了解以后 那么可以知道 事实上它是非常的昂贵的 那我先讲到这里 好 接下来我们请罗教授 刚才郭总也提到这个日本 Kashiwazaki 6号机跟7号机的造价 我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是在日本这个Advanced BWR 就是这两部机最早盖成的 这应该跟台电现在买的是一样的机种 就是台电将来盖起来的Advanced BWR 应该跟他们是很相近的 虽然他们的发电容量多了6个MW 我不晓得日本人这么聪明 他竟然可以squeeze the water out of the rock 他在水里加了6个MW 但是台电这1350 这是GE的Rating 那么我们看这个商转的日期这里 6号机是199611月 7号机是1997的7月2月 它造价是以日本的日元 用E来算的话 一个是4333.6 一个是3837.4 这是日本Accountant的不同 就是他们造厂的时候 它是以每一个单位 Unit 1、Unit 2这样算的 那么它这个所有的cost Unit 6会高于Unit 7的原因 因为它有一些Common Facility 它把它算到Unit 6里面去 Unit 6要先运转 你有些这些设备 它一定要先弄好 所以我刚才也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台电一样 你一号机是多少钱 二号机多少钱 这个价格应该不会一样 你如果有精算的这种Cost Estimate 的话 你也是应该用一号机多少钱 二号机多少钱 而不是说我现在有八样 你1991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算的 你根本就还没有决定要买Advanced BWR 因为那个时候 你甚至连是要做PWR 或者是BWR都还不知道 怎么可能就把这些厂房啊 这个都算出来了 后来你又增加了从1000到1350MW 这个厂房绝对不是in proportion to capacity的 而且这个造价也不仅然是用这个35%造的 你譬如说你这个Foundation的Design 你这个Crane 种种这些设备 绝对不是说你乘一个系数 那么就转换成大的机组 我觉得说这个造价如果用美金去算的话 当然刚才郭总的数目跟这个是很接近的 我是用他们TOKYO ELECTRIC 公布的数目是3200USD per kilowatt 那Unit No.7是2830 我这个数目是提供台电可以做参考 因为这个是9697 比台电要商转的2005 06 最接近的一个Data 那么台湾的造价真的会2500吗 台湾的商转日期是这个的10年以后 现在1号机是1月2006 慢了10年 而既然造价比日本还便宜 我强烈质疑台电的算法 当然台湾是可能是very cost effective 那么工人的这个productivity也要比日本人高 但是我还是怀疑会差那么远 这有一个迷思我希望在这里打破 盖核电厂一般人都说台湾会比美国便宜 因为台湾的物料物价人工都比美国便宜 所以美国盖的这些单价一定会比台湾贵 其实你如果看核一核二核三 它跟美国的这个train是一样的 美国的train 你看这个图表表示的就是说 核电厂的建造最敏感的是什么东西 最sensitive的是你什么时候商转 因为你商转决定你所有的工期 而从中决定你多少利息的负担 种种算出来的cost 下面的parameter是year of commercial operation 就是你哪一年商转 很明显的在79年以前 差不多是一个很平均上涨的 大概reflected inflation的cost factor 但是79以后take off 因为licensing requirement突然改变很多 在美国客管制度底下所有核能发电厂的工期都延长 跟台湾比起来的话 台湾譬如说核四 你到原人会去申请 你拿到营建执照只要18个月 之外在美国的话你要等最少48个月 在台湾你拿到一个operating license 从你签约买reactor到你商转 大概是90个月 现在核四跟G1签的大概也是93个月 这样7年半 在美国有的12年 有一家很不幸的核能发电厂 operating license等待16年 所以这个价钱在79年以前80年的 这些data是actual average cost 就是你真正做出来的这些价钱的数目值 当时在后面算的这些都是estimate 当然8687以后就没有新盖的 但是你看看这个estimate cost 就是在8687的时候已经达到了4000 US dollar per kilowatt 这是很可怕的 这是因为这个昂贵的价钱 使得美国的utility 没有办法继续盖核能发电厂 那么台湾的核能发电便宜吗 核一离美国的average很近 核二 当然这个时候美国方面的这个licensing requirement 已经更高了 那么核三也是第一下 我不愿意说台湾的核能发电厂 并不符合美国的安全标准 但是至少在台湾 之外一定可以了解 你台电的这些核一核二核三 拿到美国去apply operating license 的话 我保证你们还要花这些钱 才能拿到license 所以台湾盖核电 并不见得说一定比美国便宜 那么今天来看 核四计划 可能在2500吗 我强烈质疑 台电 算的这个造价 现在已经totally out of proportion 跟美国的这个cost 已经没有办法correlated 以前核一核二核三 还有一点类似这个train 但是现在核四 如果台电用2500 在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gap是难以解释的 这个是美国 47个unit summarize 中和的一个造价 绝对是reflect true cost 因为这个是 这个学术团体做的 不是utility 他们自己做的 好 谢谢你 谢谢 谢谢罗教授 接下来我们请李教授 发言的时间 这个说明的时间10分钟 我想刚才 我已经谈到这个参数的设定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评估模型 算的一个结果 参数设定实际上会影响 它的结果非常大 大家学评估模型的人 就知道这一个东西 实际上这是很明显 可以看得出来的 就是说参数实际上 影响它的结果 那我们看一看 就是说为什么 这边会是80 那这边为什么利率 会是7.75 这东西中间有蹊跷的 有玄机在那边的 我请各位看一下这一本 5-1 这个63页 这一本 核四计划分析资料 这一本 好 我们看一看 这边用的容量因素是多少 70% 利率是用的是多少 10.5% 好 我们看一看 它的一个造价 这个的一个基础 是1000MW 两部机 然后它的固定费用 当初估的是 1697亿 好 所以那个时候呢 用70% 10.5% 算 用你们那样的一个资料来算 就它是最便宜 好了 那现在 你们后来把这个资料呢 更新到2082亿元 好 那固定费用增加了 开玩笑那条线往上升了 在原来的70%和10.5%的时候 哇 惨了 再怎么弄资料都没有用 因为核电就是比较贵 用原来那个参数设定就比较贵 所以你必须要改它 你一定要把它改成80% 改成7.75% 你才会显示出它比较便宜 所以这个 其实这个数字是这么来 这个是Maging Number 说实在是奇幻的数字 好 我们看下一页 这个解释了我们的一个 台湾过去的这个容量因素 其实过去17年 平均是52% 那最近10年容量因素是58% 那这平均容量因素呢 我们知道是这样子 基载跟 这个中载跟这个 尖端负载 尖锋负载 你去求平均值 当然基载是比较高 没有错 好 那我们看下一页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 最近这几年来 其实呢 平均负载 说实在 这很稳定啊 很稳定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其实你所做那预测 所写的那报告日期是哪一年 就最近嘛 对不对 这本完工的这个 完整日期最近 你看到它的平均容量因素是稳定的 然后你那时候用70% 你如何来说服我说 你现在已经突然到了80% 对不对 这是一个玄机 好 我们看下一页 你看一看 70%的时候 这时候呢 你 核能的这个成本 就不会比燃煤来的贵 来的便宜 差不多 这是不能发生的 这是在台电文化里面不能发生 它一定要比较便宜 所以呢 你就把它弄到80% 哦 的确在这边 比较便宜了 所以设为80% 对不对 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嘛 说穿的是这样子 所以你就把它设为80% 就找一个理由来解释 就是说 它一定是80% 那问题是你以前用70% 你现在为什么 马上又把它调为80% 是因为你这条线 因为固定费用增加了 这条线已经不是原来那么低了 它往上调了 所以在这交叉的时候 就交叉这边 它就已经不是比较便宜了 它已经变得一样贵 所以你必须把这个容量因素 拉到这边来 那这其实这比较 其实从这边看出来 就知道台电你的一个做法 说实在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我想 我想是这个样子 你要比 当然同一个基础 你拿来跟燃煤比 问题燃煤的这个容量因素 到底一年是多少 如果它不大 没有达到80% 你把燃煤硬拿来 拿来80%跟它比这样公平吗 你拿来跟这其他的这个燃气 还有这个燃煤来比 它容量因素就没有达到80% 你硬把它拉到80%跟它比 这算公平吗 你好像一个重量级选手 你知道 在打这个浅的时候 你找一个轻量级来比 这根本是不成体统的 说实在的 这没有得比的 所以你现在为了 就是说告诉人家 你何能比较便宜 你硬把它拉到80% 其他都跟不上 说实在的 这是你们在玩的一个手法 就是这样子 好 下一页 上页 再上页 再上页 那我们看一看这个利率 你用7.75% 好 我们请看到这一个 你们台电的简报资料 你这个第十页这一边 我们看到这一个发电成本这一边 你知道我们看到一个 就是5%的时候 实际上显示核能 对大部分国家都比较便宜 如果是10%呢 对大部分国家来讲 核能都是比较贵 所以其实重点是说 他对这一个所谓的折限率 非常非常敏感 那到底折限率应该取多少呢 说实在这个是 在经济学方面 大家都很有争论的 不过一般的一个 一般的一个说法是说 你公司的贷款 历史上平均历史是多少 就是大概取那个数值 好 那我们看一看 你现在是说你是7.75% 可是你过去历史上 平均贷款利率一定是 就实际上超过10% 你能够保证 我说你40年 几十年的运转时间里面 你贷款率一直维持7.75%吗 实际上这不太可能 我想你过去都借到百分之十几 那这百分之十几 你借到这个利率的机会是很高 好 那我们看下一页 再下一页 再下一页 好 那你这个百分之 上一页 百分之十 超过百分之十的时候 你看 哇 这惨了 核能居然比燃煤还便宜 两个都是做基宅 那这时候呢 重量级在那边比了 利率一射到百分之十.5的时候 百分之十超过以后 哇 核能变得比较贵 那这个不能发生 在台电文化里面 这绝对不能发生 所以我就把它弄为百分之七点七五 好 在这边 哦 的确核能比较便宜 对不对 那问题是说你为什么不用 你原来这报告这百分之十.5呢 为什么不用容量因素百分之七十呢 对不对 这其实这是玄机在这里嘛 好 再来往下 好 所以我想 台电可以任意制造这种 核电便宜的假象的原因 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以经济学理来看就是这样 第一个台电是这个独占的事业嘛 那你价格是自己定的 你只要依照这个法定盈与报酬 来定这个价格 所以所有的你就是赚钱 那你里面 不管任何部门是亏损 没有关系 成本均摊 摊一摊 核能部门亏钱 没关系 用其他来补 交叉补贴 内部的一个交叉补贴 好 那你这个会计上是怎么做的呢 因为你的经营管理方式 不是M-form 我想要林部长非常清楚 M-form H-form 这个意思 如果你是M-form的管理的话 是各会计部门互相独立 负责个别成败 倒了就这个场结束掉 可是你公司是H-form 上面整个会计支付弄在一起 所以里面哪一个部门 亏损没关系 补一补贴一贴 反正最后是一个 所谓保障的这个盈与 这个在那边补偿 保证你一定有这么多获利 所以说核电在这种情况下 生存得好好的 实际上你是这个样子 好 下一页 好 那我们看一看 实际上我国呢 说实在没有严重的 备用容量不足的问题 我刚才跟罗慕怡 罗教授我们谈过 他说这个实际上 13%已经蛮不错的了 所以其实我们台湾的缺电问题 是什么 是一个兼通用电不足 好 那你现在是用核能机载 好像要解决这个缺电问题 实际上 那备用容量这种观念 是避险的观念 万一跳机 你弄个东西来 那你备用容量都已经没问题 那你说台湾有缺电 所以要用核能来补 如果是这种论点的话 那真的是笑死人了 为什么 你想想看 这个我们看下一页 这个算了上一页 我这直接解释 因为看不清楚 你这负载跟时间 是一个山峰状的 好 尖峰的时候 那个时候用电不足 这就好比这个 就是说有一个地方 特别不足 在上面的地方 好像 我们就说好像是这样子 你要拿一本书 是在书架上面 好 怎么样去拿那本书 通常我们人是怎样 就用一个怎样 一个这梯子 爬上去把那本书拿下来 可是你台湾今天做法是什么 你就是垫高所有的地板 好几公尺 垫高上来之后 要把那本书拿下来 这是浪费金钱的 意思是说什么 就尖峰负载 说实在是用天然气这种 可以随时关随时开 这种最低成本方式 好像一个阶梯去 满足这尖峰用电不足就可以了 可是你今天居然说 什么未来台湾会缺电啊什么的 你把地板垫高 用核能这种这么贵的方式 垫高之后 我去取那本书 所以这种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 好 那核能发电 做基仔所发的电 实际上是比较不值钱 说实在你如果是 电力市场自由化之后 说实在 你说实在 你要看的不只是它的成本 然后看它所创造效益 它创造效益 说实在是极低的 在美国 核电如果发电的话 晚上是 说实在是 平摆送给人家 所以可见它发电不值钱 就是说它的收入 实际上是自由市场 它说实在是没有什么价值 然后它的成本贵得不得了 那为什么要发展核电 那这个只要说 我们这尖峰用电 有不足的时候 负载管理可以怎么做 用时间电价 台电当然你是说 你有时间电价 我承认 因为你那有所谓 季节性的时间电价 但是你不是real time 你不是每天 不同时间 这个时间的电价 这个价格不同 你如果是 每一个不同时间价格不同 当你是很 这个尖峰时段的时候 你是用很高的价格 就卖很高的价格 因为需求大 当然价格要卖得贵 那这样的时候 说实在尖峰 大家就少用电 你就不会有那种 用电不足的问题 就是你时间定价 你只要用 更换一种电表 你能够依照时间 定这个价格 说实在 缺电问题解决了一部分 然后再来 你如果真的还不足的话 那应该是用小型渦轮机 随时可以开 随时可以关 来满足这种 临时这个尖峰用电 这个不足 所以实际上 应该是这样做才对 不是你有什么核能 那个东西 好下一页 下一页 下一页 好 所以 其实更进一步的省思是这样子 我们国家能源政策 到底应该怎么去 何去何从 电力政策应该何去何从 其实我想 里面的一个增结 就是在电力自由化问题 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主张 就是说应该要建立这种 具有自由竞争精神的这种电力市场 将发电 输电 配电 把它完全独立开来 在这种机制底下呢 竞争的一个结果 就会使得很有效率 电价会降低 对国家经济是绝对有好处的 那我建议就是说 核电厂要把它独立出来 因为这时候才能够反映它真实的成本嘛 然后呢 核电厂这有高风险 还有它这个安全方面有问题 你当然独立出来 让它自己去负责 它才能够负起这个责任嘛 责任卡在身上才会好好做 你想想看今天 开车家说 你这有风险的话 你就会好好的开嘛 对不对 就把它独立出来 核电变成独立一个部门 那我最后一个结论是说 实际上我们呢 台湾要建立一个非核的安全幸福家园 谢谢 好 谢谢 那么我想等一下 各位还要继续发言 那么台电这个等一下需要解释 或者说明 我所了解的 这个台电的核能部分 最近这十年是有七十几到八十几 这有一个图表 我也请他去copy 去copy 那么因为刚才李教授这里面有提到 这个台电的平均 容量因素 过去这十年是 五十八吧 还是六十二 我忘掉了 五十八 那么 这个好像是包括所有的电力 是不是 那么它核电的部分 它是 对啦 所以我想也给大家了解一下 OK 那么等一下我想可能我们也有几位委员 也让台电多 因为这个数字的事情可能台电回答的可能会比较多 我想可能委员 有几位委员会愿意把时间给台电也可以啦 至少我跟银次长这两个直问中是愿意给他去回答这样 因为我们大概不太发表什么意见 好 从下开始我们就这四位委员 已经请这两位教授已经说明过了 那么是不是我们接下来哪一位 那么这个吴委员 吴在义委员 那么这个王图阿委员 接下来是这个陈祖密 然后我们两委员 好吧 就是按这四位的顺序先来 好吧 OK 那请开始 我想刚刚主席有提到 就是说刚刚这个淡江李秉任你比较所讲到的 他是用整个国家的 这个overall的所有的电力 所呈现出来的容量因素百分之五十八 但是我们现在是就个别的 这个核电的核四来看待的话呢 而过季的核一核二核三的 这个六个基础来讲 Running的时候 所达到的容量因素的话 高达百分之八十三八十四 那从这个过程中来看 另外一个问题 它所考量到过季来讲的话 maybe是十年前以后来讲的话 有关的这方面贷款的利率 10% 那我想我们今天 我们经济会的陈主委在这边 就考量到的 我们越是已开发的国家 或者先进国家 就台湾目前来讲的 这方面的贷款利率来讲的话 大概是7.5%的上下而已 而且更何况的利率 还有下降的趋势 那从这过程中来看的话 以台电来讲 以最近的list 有关的贷款利率来看的话 是不可能两位数的 我们又不是开发中的国家 我想从这过程中来看的话 不要把过去十年来的这个基础 关在现在整个台湾未来的趋势的发展 我想这一点的话 可能对台湾的经济来讲的话 是太没有信心的 而另外一个问题来看的话 就是说 这个王独发王教授 support的一个报告来讲的话 它是大概配置第7页 所提到的这个台湾经济研究院 过去10年前 所讲到这个限电危机 对有关的抽续店长 对有关的核能的看待的话 我想这个报告是我写的 而且是在过去十几年前来讲的话 台湾第一次对整个限电危机 对整个台湾的经济 对产业的影响来讲的话 就忽略了对整个抽续店长的贡献 那从这个过程中来看待的话 你要了解 虽然在过去来讲的话 核能店长这方面的限电 相对是比较多的 但是它的限电来讲的话 这个安全保护的这方面的考量 我从这个过程中来看的话 不能把这个限电来讲 带着它有关的trouble 那另外一个问题来看待的话 因为抽续店长来讲 我们刚才看得到的 我的简报的这个26页 或者甚至刚刚我所讲的 这个Piclo来看的话 以最新的这个7月26日来讲的话 这个台电的话靠这个抽续店长 support出来的这个供电来讲的话 最高的基础达到8% 那从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反映出来 过去整个台湾 这个五六年来来讲的话 这看得到像民国82年 或者85年来讲 我们的台电的费用能量率 将来百分之4.2 4.5 4.8 那这个Piclo来看的话 如果没有抽续店长来support的话 你可以了解 那个15%的费用能量率是靠不住的 而且我们要透过 这方面的一个抽续店长 也就是说我今天的 最主要的报告来讲的话 趁多出来这个抽续店长 在为过去的这几年来的 这方面低的 不用能量率的 这个条件之下来看 而且我们能够度过这个危机的时候 可以考量到 他正在他的贡献所在 但是有一点 你要考量到 他所抽出来的这个店来讲 不是核能发店 因为从这个过程我看得到 是Page 26a的时候 针对这问题 我细细细研绵的时候 发觉他的店 来自于比较中载的 跟是来自于尖载的 那从这个过程里来发觉 就是他为什么那么要辛苦 去调到中载的店 调到监控负载的店 包括这外面的烧油 烧煤的 甚至包括有关 副行丸的 都抽来了 你要了解 假设你有更多的 更便宜的鸡载的店的话 他不要抽中载抽奸载 从这过程中来看的话 你可以了解到 核能的这外面的贡献 跟抽续店长的贡献 这双重的互补之下来看的话 你可以了解到 像其他欧美的国家来讲 是少先的 但是在我们亚洲的国家里面 日本来讲 跟中华民国 他的核能 他的抽续来讲 有他的贡献的地位 在另外一个问题上来看的话 刚刚我们罗教所讲到的 就是说我们整个台湾 从过去来讲的话 三级跳 跳了好几次了 现在核市长 照跳一下 这我们可以考量一个出发点 从整个台湾来讲的话 你刚刚用日本的这个例子 日本来讲 在过去的十几年来 从1985到1997 这段时间 是日本的日币高峰的成长期 从这个过程来看的话 相对他对日远来讲 的藏务空间来讲 他有相对的支持能力 那我们可以考量到 我们中华民国来讲的话 以现在来讲的话 虽然现在就回本到31 但对我们长远的经济来看的话 假如有信心的时候来看的话 我们对我们的信贷币来讲 应该是有它很强的一个support 那从这个过程中 你会发觉说 相对来讲 以日本来讲的话 每个kw来讲的话 大概美金的话 2800多块来讲的话 以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你又把它算成105倍来看的话 这已经达到3700多块了 那这比日本 还在贵上三分之一来看的话 你可以了解 以日本来讲 已经全世界在亚洲国内来讲的话 已经最贵的建造成本的 从一个过程中来看的话 我们不可能再比日本 再贵上三分之一的 从一个过程中来讲的话 过去是没有这个记录的 另外一个问题来看的话 你说发电的成本来看到 包括它所附在这个资料里面的 配置天的第十页来看的话 它的发电成本来讲 中华民国来讲的话 大概是5.50元来讲的话 相对在整个欧文的国家来讲 我们不是偏低的预估 各方来讲 我们是跟日本非常地相近的 结果你在一算来看的话 我翻算一下 结果你在1.5倍的话 我们中华民国 未来的核能电力 就像你所说的 每个kw的话 一度的话 2块2毛2的话 我想这是天文数字的 我们中华民国的核能发电来看的话 很少超过1块钱的一个idea 从这个过程中 我们更加考量到 我们这个核能的发电 相对是在整个贡献性来讲的话 相对是比有关的LNG更强的 为什么 中华民国的LNG 放在这个基载来讲的话 它还是最贵的 所以我们应该找到 比较基载 比较便宜的电力 我想这样子来讲的话 非核能是莫属的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王委员 王图华委员 各位委员 我们今天特别准备一点点心 就是这个豆浆跟一点小笼包 不是 这个我们时间还是 不是因为吃了点心可以更晚 我们时间还是 还是要control 这个建议很好 好 这个我们总务人员 因为主密在那里被制除 因为主密在那里被制除 今天回收 太好了 OK 来请王交 谢谢主席 台电实在是非常伟大 非常厉害 谈这个经济问题 到底它是不是经济 是不是便宜 如果我们拿全世界来看 它是告诉我们 它是最有办法 那么全世界这些核能先进国家 那么核电厂在关 关闭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它不经济 那么我们很喜欢拿法国当例子 台电 那么法国的例子 法国在1989年的官方报告 就告诉我们 事实上核能它是不经济的 所以呢 法国的这个国营核子反映炉制造厂 Farmatong 从1987年以来 大概就没有接货 他们另外一家国营的这个 法国电力公司的这个订单 不经济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英国 那么英国呢 在这个1989年11月9号 他们政府发表声明 那么撤销所有核能电厂的民营化计划 还有取消三部 压水式核能反映炉 那么为什么呢 事实上啊 如果我们根据他们这个下议院能源选择委员会 对核电厂的这个成本的调查 调查以后啊 在1990年6月发表的这个报告 这里面告诉我们 AGR跟这个PWR 他们的这个发电成本 跟这个化石燃料发电的这个单位成本来比啊 是二到三倍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当然呢 也远比啊 这一个他们这一个 国营的这个中央电力生产理事会所估计的 要来的高 这里面还不包含 政府对核电的一些所伴随的风险 还有有形无形的一些补贴 那么英国政府的结论是说 如果没有政府给予不居形式毫无限制的补贴 核能事业呢 是不可能民营化的 因为没有一家民营公司啊 有办法承接得起 这个是他们撤销的理由 那么在美国是世界上核能发电最多的 从1978年以来 他们本身已经不再定件 那么有的人说他还有盖的啦 但是去订过的 这个已经没有 那么我们也看到 提早关闭二十几座 那么提早关闭的原因 当然最主要还是不精细 那么这一个 核能基建的这一些老旧变得不安全啊 这个管线的破裂啊等等 那么变得很脆弱 跟当初的这个预估呢 都是预估不到的 那么维修费用啊 动辄上益的天文数字 所以他没有办法竞争 因为美国是一个自由市场 那么只好关闭 我相信这个是企业界 还有我们部长 应该很清楚的 如果没有竞争能力 那么只好走路关闭 那么在这里面 最主要当然 这个是不经济的 不经济的原因 也跟他们的这个安全要求啊 安全标准啊 这个要求有关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啊 这一个几个这个引言人的报告 那么为什么我们 这个台电盖的厂 会比这些先进国家来的便宜 当然这个安全的这一个标准呢 事实上也有关 那么美国的这个研究很多 这一个 Stanford大学的一位教授的研究 事实上呢 核电平均呢 比这一个火力发电呢 要贵30%以上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 不包含一些这个补贴的 能源部的这个资料啊 那么是实际上的运转的 去看它是1.5倍到2倍 那么所以啊 世界上世界银行也好 亚洲开发银行也好 认为这个核电厂贵 它绝对不会贷款给任何一家这个 这一个核电厂 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技术 我们的技术完全靠国外 那么有这个能力 盖比人家便宜的厂 我们的技术啊 台电核电技术不如人 从核一核二核三 到现在核四都一样嘛 可是啊这个造假的本领 是天下无双 连别杀起来都要望尘莫及啦 那么这个齁 其实刚刚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是说 敏感性分析也好 刚刚这些我不谈 核市场原来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里面 它还有敏感性分析哦 只要超过17% 建厂成本增加17% 它就比较比南美贵 今天增加了多少 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几 它依然可以造出来 还是比较便宜 然后你看它后面的敏感性分析 还是一样要再增加17%的时候呢 才会比较贵 其他还有很多我等一下再谈 谢谢 谢谢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这个 環保署林署长的代理 陈永仁 陈主密 请你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 那么我是带您委员来发言 那么我要报告的是这个空污汇 那么在我们台电的报告资料里面 第三页里面提到 它是一个内部化的外部成本 那么它应该是一个外部的成本 那么虽然已经内部化 还是外部成本 那么目前煤炭燃油都有收空污汇 那么八十八年下半年跟八十九年呢 光在发电方面大概是二十亿 那么核电方面呢 它并没有收空污汇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把这一方面把它内部化 所以很明显在这个地方啊 是煤炭油跟这个核电 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比较呢 就不一样 所以这个两方面是没有站在公平的 这个方面来比较 所以我是建议 希望能够把这个空污费的部分啊 还是把它算到外部里面去 不应该把它外部的成本内部化 如果是要外部的成本内部化的话 那就这个核能发电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发电方式啊 也要公平的把它放到这个内部来 这是我第一个意见 那么第二个意见呢 是在第四月的里面啊 就是基主负载特性里面啊 那么核电煤炭 大部分是在这个基载的部分 油跟气啊 有一部分是属于这个 就是在这个用电高峰的时候啊 来补充 那么在第八月的台电的这个报告资料里面 第八月呢 刚好也一样啊 核电跟燃煤是比较便宜 那么燃油燃气呢 就会比较贵 那会不会是刚好 coincidence 就是发电量比较大的 那么这个这个这个 经济规模大 所以他就会成本啊 成本就比较低 所以如果我们在作为研究上啊 有这种情形的话呢 我们可能要做一个校正 希望在比较不同的成本的时候啊 我个人是建议啊 能够让发同样的电 同样的经济规模的情况下 能够相互去比较 上次第八次会议的时候 有一位教授也 我看这个记录啊 有一位教授也提到这样的看法 是不是也可以在最后的时候呢 做一个校正 那么第三点呢 是资料第十七页啊 我对文字啊 有一点个人的看法 就是说内部成本 即使这样算是对的 假设这样算是对的 那也是一个 内部的成本 还没有代表外部的成本 以及其他的这个成本 像社会成本 所以在文字的表达上 我是建议啊 就是说先啊 可以不需要那么快啊 就下结论说 经济性较佳的一个发电方式 那么我以上三点啊 供经济部参考 好谢谢 那我们接着请这一个 量体员委员来发言 谢谢 谢谢主席 各位委员 我想就几个问题 那么我接着是需要澄清的 第一个呢 是台电的这个成本 未来的这个 真正完工的这个成本 到底还要加多少 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我们要考虑的 那么这一部分呢 那么而且这个造价呢 跟这个国际比较来讲 到底是跟日本比较 那么甚至还比日本便宜 那么我们买的基础是日本的 造价比它便宜 那这个合理性如何 那这个牵涉到 第一个呢 事实上这里边的这个造 这个核电厂的造价 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个呢 是缓印炉跟这个 花电机的部分 那这一部分呢 据我了解 已经结标了 那这个价钱是多少 是可以确定的 是不是比日本 当时的这个 买的价钱来的便宜 那这个是可以比较的 第二个呢 是土木建筑的部分 就是这个土建的部分 土木建筑的部分 当然呢 各国会不一样 在台湾来讲 土建的部分 那么可能 而且应该比美国 跟日本便宜 因为工资啊 各方面啊 这个比较便宜 那么但是呢 这一部分的成本 到底占整个核能 造建厂成本的比重 大概多少 那么这个呢 就会让我们有个概念 到底呢 这样一个估计呢 比日本低 合理不合理 那么比美国低 合理不合理 那么有一个概念 第三个呢 就是提到这个 跟美国的比较 那么我想 我们从刚刚这个 罗教授的这个报告 那么我们也知道 那么美国的成本 是很贵 核电的成本相对比较贵 因为呢 这个像这个花灶 政府的花灶 它需要40个月 台湾18个月 那么签约的时间 那么台湾只要90个月 就7到8年 那么美国呢 12年 甚至要16年 那么这些建造的 这个花灶 还有这个完工的日期 往后延 那么当然影响 它的这个核能的成本 再加上这个基民的抗争 那么工程的延漏 那么就会使得 美国的成本更高 所以呢 要比较的时候 那么说不定呢 要跟同样的一个 一个花灶的日期 同样的一个签约完工的日期 比如例子 像日本 是不是比较接近 那么这样一个做比较 那么这样是不是比较可靠 更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知道 美国 它的这个能源的价格 我几次都强调 那么天然气的价格 比我们花电的天然气价格 要贵 2.8倍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自由化以后 那么他们很容易 就燃天然气 就可以替代 替代 但是在台湾来讲 那么你没有办法燃天然气 因为相对来讲 除非是政府的政策 除非是天然气的价格 大幅的下跌 不然的话 如果自由化 那么盖的是燃煤的 那么在那种情况之下 我们是有它的困难 困难在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也几位提到说 在比较的时候 那么对于核电厂 相对来讲 好像是太优厚于核电厂 对其他的电厂不公平 这里边提到几点 一个是有关容量力 容量力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机器的利用力 利用力一高 当然这个 它的固定成本就一低了 但是我们知道 核电厂 我们现在在比较的时候 把它容量力高到80%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是对水有利呢 应该是对燃气跟燃油 跟燃煤有利 而不是对核能有利 因为核能本来的容量力 就80%以上 那么其他的是比较低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比较 所以硬的 把其他的这个容量力 提高到那个幅度 但是它的平均成本 就降低了 平均的固定成本就降低了 所以这种比较 事实上不是对核能 发电是有利的 那是因为要比较 但是事实上是对它不利的 因为相对来讲 那么有关利率方面 我们知道 这个1990年 那时候的这个 这个预估 利率设在10% 那么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 刚好是金钱游戏的那个阶段 那么利率是很高的 那么最近几年 利率是一直往下调的 那么甚至现在台电 它有发行公司在 所以有6%的利率来贷款 所以这些呢 都会造成它的成本 会降低 那我觉得这个 应该是可信的 那么 诸子这类的东西 我想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可以质疑 不过 这个是可以讨论 大家可以再考虑 再想的 那么不一定 就是说都是偏向于 非的是核能比较好 好 谢谢梁委员 我们 这个 第一轮花园 现在有八个委员 花园 那么接下来哪个委员 廖花园 我们 这个 我们申请下委员 再请这一个廖委员 那么 一年人是可以接着话 可以回应 是不是 那等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 好 这一个 先下委员 再廖委员 然后再高委员 好 那请下委员 这个 黄基建 好 谢谢 各位委员 我这里 这个时间 我先讲快一点 如果这个 有剩下时间的话 就给我们这个 吴委员 吴在义博士 那么如果 如果刚好时间用完了 那就 下一本再收了 首先第一个 就是有关 刚才我们李教授 就是李教授 秉正先生 他所提到的 这个核能厨艺的这一部分 他从1毛7提到3毛4的这一部分 提多 提多少呢 我这边不做议设的这个 一个number 但是我必须主持来一点 就是说 核能将来的拆场 将来的这个所谓的低阶放射性 费掉这种东西 尤其拆场这个东西 现在这大概是占台电的货端基金 大概30% 将来是这一部分的这个费用 那么这个东西呢 目前也许大家都觉得说 这将来拆场是不得了的事情 这钱一定不够 我们想一想 现在全世界有400多部核能基础在运转 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长大 将来每一个人都要退休 每一个人都要厨艺 OK 到时候一定有公司组织起来 来做这种厨艺的工作 跟盖场一样 到时候一定是大量企业化 有钱可以给人家账 为什么不能赚呢 为什么有人不赚呢 到时候呢 比我们想象还便宜 所以目前呢 我们所看到的资料 短期内看到的资料 是美国核管会出来的 有2亿美金 有3亿美金 有4亿美金 有5亿美金的 不管你多少美金 将来到最后呢 企业化也有 有人负责出来拆场 一定有大公司出来 搞不好连都有人帮你写speak 拆场的时候有人帮你写speak 我昨天上礼拜再看 德国就有一家拆场公司 就已经出来了 所以将来到美国一定是这样子的 这钱呢 我想也不必把它提到三毛四了 我就觉得这个事 有一点点偏高了 至于多少 我不做这个意思的这个立场 第二个呢我想提到的 就是说呢 有关刚才这个王教授 王图阿教授 跟这个我们罗先生所提到的一个 就是说 我们在美国这边呢 48个月的licensing period 在台湾的这边呢 我们核市场 民国86年的10月16号 我哪里记得清清楚楚 台电公司是在86年的10月16号 向延能会申请核市场的建筑执照 我们在什么时候给他的呢 88年的3月17号 这几个数目是我清清楚楚 所以前后大概有17个月 这个number不可以作为 我们这个核能电厂安全不安全的一个凭证 我可以给各位一个例子 法国 法国的基础是统一的 是标准化的 法国基础有900万千瓦的 900万个MW就是百万瓦 有1300的 有1500的 它都是自私化 只要是900系列的 这个设计都一致的 1300的都一致 1500也都一致 好了 法国的基础呢 我好比讲1300的 同类型的基础 它审查第一步 下来盖的呢 他说呢 这个都一样了 我要审查什么呢 所以呢 底下他根本不审啦 甚至象征性的 只有跟地区性 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他审一下而已 那你说他那个 审查时间等于零 不安全吗 法国的基础 一路运转来 绩效很好啊 哪里不安全的 所以呢 靠这个长短 是靠不住的 那么美国48个月呢 也不一定完全正确 我想罗先生 住在美国住很久 你应该很了解 美国这个官僚体系啊 很多从美今天刚好 这个这个料 料也没有来 美国官僚体系 那官僚起来的时候 比别人还那个啊 这个 48个月是有特定个案 并不是全部都是这样子 那么早年在TMI以前 就是山里岛以前 有很多个案 他为了要查证 那毛起来的时候呢 管制单位就跟你搞嘛 所以美国核能 后来被偷垮的 不是设计上面被偷垮 是时程上把你偷垮的 是官僚来的给你偷垮啊 官僚管人家 不是说管得严是对的 但是管到最要磕的话 就不对啦 到最后就这样子偷垮的 所以我必须要说明一下 我们这个所谓的17个月 这个 18个月的这个东西啊 我们因为审查是17个月 好了 17个月最主要的理由 还不是前面那个 最主要理由是在哪里呢 ABWG核市场 这个已经自私化了 事实上美国最糟糕的 出在哪里 早年核能工会出在哪里 出到他没有标准化 他就出了这个亏 所以后来通通标准化了 标准化呢 那个都已经经过前面的 这个前置的审查 都已经审查了五六年了 我们这时候 言论会来的时候 就看台南公司所提出来的 这个设计 是不是符合人家 进步型这个标准化设计 有哪一点没有符合的 我们把它提出来 纯粹就标准化设计的这一部分 那个是不能再有太多的挑剔的遗地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十七个月的审查时间 已经非常长了 这个拿到美国去 也没有人这样在审的 所以我首先做这一点的 这个补充 第三个呢 就是有关合一合二厂 这个operating license的这一部分 刚才这个罗先生有一条 等一下我轮到第二回合再讲 好 谢谢 我们请这个廖委員的代表 我利用三十秒来把他讲 是不是还有三十秒 OK 他有一条这个curve是这样子 一直上去的 就是几年几年几年 那么他的这个费用多少 好像我们河山长偏低了 河山长好像不安全 不是 绝对不是这样子 我刚才重复讲过一句话 三立岛发生之后 美国核管内给人家 加了很多很多的这种 非常磕的一些这个 这个这个 一些规定 所以后来呢 弄到最后他根本叶子 没办法消耗下去了 一天到晚拖拖拖 就是造成他造价 非常昂贵的地方 台湾不是这种样子 好 我第二 我第二 好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这个 廖本达这个委员的代理 洪院长 洪护院长 洪德生洪护院长 好 谢谢主席 我大概不会用到五分钟 就简单的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 我不知道说前面那几次的 这种开会 有没有谈到说 到底这样一个 一个程序 后来在做结论的时候 要怎么做法 是不是说要把所有的这个正的点数 算起来一共多少点 所有负的点数多少点 一减 然后如果是正数的话 那么就是赞成合适 或者是 我就不知道说机制是要怎么样的 另外一个 刚开始的时候 还有部长以及总统都谈到说 一个总成本的概念 那么如果是总成本的概念的话 那么这个内部成本之外 所有外部成本 所有相关的都必须要把它化成成本 都必须要化成钱 然后 等一下 第一个我们不表结 第二个我们还有一个总成本 对 要要要 那如果总成本的话 那就是所有的都必须要把它化成货币单位 然后再来算嘛 那么这个呢 当然理念上我觉得非常的好 但是呢 我觉得有一点困难的地方 就是说 像说核汇料处理的费用 像说这个核电厂的处理的费用等等 那么这些呢 虽然世界上有一些个例子 可循 比如它的金额多少等等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 这种处理这种处理呢 都不是final 都不是最终最终 完完全全的处理完毕 或者让我们放心的 所以呢 这一部分它有它的 不确定因素存在 因此完全要说 依赖总成本的理念 要来做决定的话呢 我看也不是那么简单 也是那么简单 这是第一点我要提的 那么我们台湾的这个电力事业呢 目前也已经从过去 比如说国营的 或者说一种独占的这种局面呢 慢慢的走向自由化民营化等等 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 我们在考虑在比较 一个电厂的这种竞争力的时候呢 似乎不是全然的只看成本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从 cost of service 的这个理念呢 往这个value 的这个理念 来想 OK 开始来想这个问题 那么核能电厂 跟它相关的有些个 比如说跟价值有关的 比如说我们也必须要考虑说 比如说在别部地区 那么到底我们化电的设备 是不是有多余 或者不足 那么这个 如果有多余的话 它又能够 last how long 能够撑着多久 这种不足的话呢 那么它本身呢 就会让电厂在别部的这个价值呢 就比较大 就比较高 那么这相对呢 比起核能跟其他的这种电厂的话 那么它的价值也会有不同 这个我觉得也必须要考量的 那么另外呢 这个捷径空气的这个要求呢 当然也会增加核能的 它的价值 value 那么还有呢 输电的系统 如果说 输 从东中南部输到北部的这种输电设备 不是很充裕的话 那么这个 在北部地区的化电厂的价值呢 本身也增高 那么这个东西呢 核能电厂的价值 比起其他电厂的价值来 也会有所不同 那么这个也应该算的 那么还有呢 核能电厂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些 补助性的这个服务 那么刚刚呢 我听那个简报的时候 本来我以为是没有 后来呢 了解是有这个全黑启动 这样一个设计在里面的 所以呢 这个呢 又对它的价值多少 也有点帮助 有点帮助 另外一点呢 我们刚刚刚知道这内部成本的计算很重要 那么中间有一个很增洁的因素就是 折线率 那么这折线率呢 在我们台电的这个规划案里面的报告里面 它是把它相等于这个利率 但是呢 事实上我们也知道 比较的精细的一点的 这种理念呢 应该是整个资金成本 就是平均的资金成本的这样一个理念 那么如果按照这样一个想法呢 那么未来台电如果民营化呢 那么它的资金成本呢 那势必一定要往上升的 它的利率呢 也会比过去高 因为呢 以前等于说政府在保证的 那么而且呢 它的那个 自由资金成本也会往上升的 所以这一点也应该列入考虑 那么时间已经到了 30秒 那 是还要20秒左右 所以这些呢 我不知道说 我们如果把这些价值加加减减 然后把这个像 这个折线率也算在 重新考量的话 到底结果会怎么样 因为没有精算 不知道 我只是提 几乎是提问题 觉得说这些我们都必须要考量 以上就几点先做一个 好 谢谢洪副院长 接下来我们请高教授 高委员高教授 我跟刚刚几位委员不同的 是我一向 相信台电 尊重台电 而且以台电的数据 来讲话 所以我今天讲的 主要是从这一本书 这台电的宝典 是中华民国82年12月 叫做长期电力发展荒案 里面的数字 好我们来看一下 核电厂到底多少钱 核电厂到底是多少钱 在这本书 好像书在这边等一下 部长可以过目一下 第5章的第18月第19月 那个时候是假设说 核市场的1号机 2号机做完以后 还会再做3号机 4号机 那1号机 2号机 是一个机组 是100万千瓦 而3号机 4号机 也就是说 台湾整体来讲的 所谓 9号机 10号机 是130万千瓦 然后台电自己的估算 是2644亿 也就是说 比原来的1697亿 多出了900多亿 为什么呢 为什么 这个是一个问题 其实 我们还可以回归到 刚刚很多委员一直提到 为什么是1697亿 台电也解释了一大堆 其实这些解释 在我来看 都是胡扯 为什么呢 因为在1985年 立法院 行政院先冻结 然后立法院 86年把它冻结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那个之前 他列的预算就是1697亿 20年前 提出来的时候就是1697亿 到最近才开始改口 那 就是说1991年的时候 竟然说那个1697亿 还是正确的 这不是骗人是什么 不是假造的是什么 好 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 啊 刚刚一直在提 就是说 啊 这个 合一厂合二厂的电价三级跳 啊 不是 就是说这个营造的成本三级跳 好像是很五如台电喔 好像是很五如台电 就是台电无能 其实不是这样啦 这是美国喔 美国啊 在这个 这几年间喔 啊 1996年 一直到1997年喔 1966年到1977年 这十年间 几十个电厂 喔 他们开始估算的时候 然后啊 见到一半的时候 然后最后完成的时候 那他的倍数是怎样 从2.1 2.9 3.5 3.2 3.8 2.7 跟台电的2.9啊 喔 3啊还不是一样 所以台电老实讲符合世界潮流 就是说在账价方面符合世界潮流 另外 这边喔 我顺便讲啦 这个是美国喔 从1996年一直到 啊 1992年喔 1966年到1992年喔 这个核电厂喔 啊 电构的情形跟取消的情形 啊 跟取消的情形 换句话讲喔 美国啊 基本上 其实是1972年以后啊 就没有建新的核电厂 然后 我们再来看喔 一个例子喔 啊 这个例子是 啊 在加州 啊对不起 在德州 因为我长期住在 住在德州啦 我在德州也住了10年 喔 那德州的这个 这个South Texas的核电厂 他的发电容量是 1250MW 两个 也就是说 我用我们话来讲啦 是125万千瓦 两个 在开工以前 他说是 10亿的美元啦 1 billion 一开工以后就是 12亿的美元啦 山里岛事件以后 也就1982年 是55亿的美元啦 完工的时候是 58亿啦 喔 比起来这个是 涨了 五倍多啦 喔 那目前喔 这个上次 啊上次那个 啊 陈教授有提到 要求 州政府补助 110亿 把这个 把它关掉啦 OK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就是用 刚刚这两个 喔 用这本书做标准来看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本来是1697亿 4.5比1等等 这样算下来的话 至少要3000亿以上 那如果再加上 inflation 因为这个慢了八年啦 喔 加上inflation 3%就好 照他们讲的 又加了四百 四百五十亿 所以 核电至少要 三千五百亿以上 喔 这个是我 照台电的数字 照台电的资料 尊重台电 所有的专业 做出来的一个推论 喔 因为我是数学系的 比较搞这种玩意啊 比较喜欢搞这种玩意 好 谢谢 谢谢 那么 我们还有七位委员 没有发言 那么 接下来 我们请这个 谢几大委员的代理 周讲师 那么 接下来还有哪一位 要发言 林副县长 还有哪一位 李 那个 李教授 接下来王委员 好 介绍这个顺序 请 美国不是官僚 他们是怕死 台湾的牛肉糕都不能进去了 美国政府是为他们的人民的安全 在严格把关 所以很不容易通关啦 台电一向不把台湾的人民的安全 摆在眼里面 所以很容易通关啦 我现在提了一个问题 我以消费者跟纳税人的立场 我们只要求 我有把握的投资 所以请告诉我 我看不到我所有的成本里面 核一核二核三 所有的废核料跑到哪里去 它的成本在哪里 它的处理的成本 现在我们连饮料都要 都要有废气物清理法 可是我们制造的这些 这个废气物我们拿到哪里去 我看不到成本 这应该是内部成本 可是我看不到 请说明 而且核一核二核三 都不能再解决的时候 那个成本应该算得出来了 核四还要盖吗 再出来更多啊 是不是 先把这个解决掉再说 这是一点 第二点 请问台电 是不是最近核四是跟G1买的 可是G1听说 我听陈教授说 G1现在都内部分歧 所以他们也不敢 所以交给日本代工 刚刚我们吴在义委员说 日本是最昂贵的 所以我把所有的时间交给李秉镇 李教授 请你回应 谢谢 好 谢谢那个周老师 我想刚才几一点 我大概是要提出来 一定要讲一下 这刚才讲到这个 黄处长讲到这个 这个我的那个 厨艺成本的估计是有问题 实际上 这是说实在的 我想他们要听懂我的point 我意思是说其实 这个一方面是因为未来的 这个处理的安全标准提高 那这一定会影响成本 会比较贵一点 这是common sense 另外一个是说 你的一个最终处置费用 如果真的要去挖的话 那到底要多少钱 因为台湾只储存 六个基组的一个核废料 所以你一定比美国贵 我的意思是那样子 这绝对大家都知道的 这是common sense 所以你在那边讲那个东西 我其实根本是不成立的 如果说今天找不到这样的 储存厂子 到底我们要花多少钱 这其实大家可以算一算 我会举一个数字 每一年干事储存 这东西可以储存 不知道几十年的 美国Yanky Roy 这一个厂 175MW 这样产生的核废料 燃料棒 储存一年的费用 现在已经发生了 300万美金一年 运转30年 我们台湾有多少MW 有多少MW 除上175 产生核废料 到底是多少 我们是运转 规划是40年 到时候这笔储存费用 是天文数字的 请各位真的是回去精算一下 问题是在这里 这个最终的储置费用 即使是暂存费用 都是高的下死人 是这样的一个天文数字在那边 这我是过去真的是提出来 你们大概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意思说你找不到最终储存厂 这东西就是这么贵 这是已经发生的 确切人家用 够安全的方式干事储存 175MW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价钱 30年的一个核废料 所以台湾要花多少钱来储存 这干事储存 这还不是最终储置 所以这是提供您的一个素质 不是说我在随便乱概 这就是说 现在为什么大家会 请下来就认定 就是说到时候 官场的时候 这个拆厂的费用 还有最终储置费用 大约等于建造成本 是因为这样子来的 因为你要考虑到 它长期储存的一个问题 这东西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你们有没有考虑到这个成本 这是第一个我回应的 第二个就是说刚才 那个吴哉毅教授 跟梁启元教授 我一直在提到这个 discount rate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再提到比较标准 这当然我知道 discount rate就是刚才 洪副院长讲的 我刚才是说 用一个利率做概括 其实它是一个机会成本观念 它是weighted cost of capital 就是说你在市场上 这么一笔钱 你最多能够借到多少利息 如果那个绝对是 不只台间这个利息 对不对 就是说你如果这笔钱 你不来盖的时候 你拿到另外一个地方 你能够得到多少利率 绝对超过百分之十 这东西是大家知道的嘛 所以我那个时候 说实在都是还是用 比较低的那个东西来讲 就是要台电过去的一个例子来讲 所以这东西实际上是这样子 那待会还有一些东西 我待会再回答 如果有时间的话 谢谢 好 谢谢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台北县的苏县长的代理 林万一副县长 请你发言 台北县政委林万一第一次发言 台北县民大部分都不是经济学家 所以实在是看不懂这么健身的内部成本的计算 但是台北县民已经够可怜了 他们莫名其妙的被放了两 已经两个核能电厂在台北县进 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再用不正确的数字来误导 让台北县民成为国家发展核能发电的牺牲者 所以请告诉我们正确的数字 第二个我们宁愿要求比较科的安全要求 因为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县民的生命价值 跟美国或者其他工业先进国家一样 所以请不要忽视生命的安全 那接着时间留给王主华教授 谢谢 好 谢谢 我想请各位委员看我发给各位的这个资料 后面这个附件里面 这个也都是台电的资料 附件一是可行性评估报告里面的资料 附件二就是今天简报的一些资料 那么从这一些表各位去比较 你就晓得说这一些基本的参数 包括容量因素 热效率 利率 燃料上涨率等等 台电要怎么变就可以怎么变 量子都不一样嘛 对不对 他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就靠这一些数据来变 这个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那么你说这一个军化 这一个容量因素 那个请给他放出来 这个容量因素大家要了解 它的定义是什么 平均负载除以装置容量 这个不是拿你今天说 我台电花多少电 你台电都是兼锋负载 当然花电量多啊 拿这个东西说它可以80% No 你在比较绝对不是这样 根据过去的这一些 平均的这一个容量因素 你可以看嘛 40到60 那么 过去第一次拿70% 这个已经是对核电有利了 现在再调80%更有利嘛 你可以看 那个容量因素的 第二 那么 这个是他敏感性分析里面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都说 容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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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 50%的时候它是怎么样 80%的时候是怎么样 可是我们真正的容量因素 你是应该是 所有都是一样的 那 当然是全部的 这绝对不是说 因为你通通是兼容放电 那为什么别人要让你兼容 不 这个 这个 基载的 这个 发电呢 人家可以比较便宜 为什么这个要让你 这个是不对的 第一个观念要弄清楚 第二个 你可以看这里面利率 也是一样嘛 利率 利率 刚刚讲这个10%折线率 这个折线的这一个问题啊 这个利率 台电原来的报告里面是10.5% 11.5% 国内外的借款里面的 是这样 现在用7.7% 当然是对他有利嘛 10% 超过10%他就不利了 不要说你现在又调涨了这一个 这一个本金啊 建厂的成本 这是 原来的时候 就已经是这样 那么 第三个 你可以再看 接下来 因为利率 这个折线率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这一笔钱 拿去做别的 这一个用途 我可以赚的 一般是以民间企业 这一个 获利率 来算的 那个都已经是偏低了 那么 在这里面啊 我们可以再看 就是说 他这里面的这一种 敏感度分析 我刚刚讲 原来17% 他就不行了 但是现在变了以后 他还是一样 17% 建厂的这个成本 也是一样 他已经调高了20% 然后他现在还是比人家便宜 这些数字就是这样造出来的 我们还会相信 这样的数字 那么 这个 吴在毅啊 他说 我这里面 讲这一个 过去限电问题 那个台经院 这个研究是他做的 很不幸 那个是我指导的啦 那么 这个问题 你可以看一看 那么我们现在看看 吴在毅的 这一个报告 各位可以看他 那21月跟30月 跟30月 两个这个成本啊 核电的成本 固定成本 跟这个发电成本 一个是0.26 一个0.85 但是在另外一月呢 是一个是1.129 一个是1.689 本身就矛盾百出啦 那我真的不晓得 说抽续发电 还可以什么 抽到哪里去 抽续发电 是平常 离风的时候 这一个核能发电 这个没有人用 他只好抽去 然后弄出来 什么他搞到 又是弄到什么 什么火力的 什么 真的是不懂 这个是很奇怪 对不起 时间已经到了 那么谢谢 接下来 呃 我们请这个 黎敏 李教授 请你欢 前两次都有委员讲 剩下来给吴在义 太不公平了 我现在就开始给吴在义 请他剩30秒 给我就好 主席 部长各位委员 大家晚 我是第二次的这个 借黎敏教授的这个 花言的时间 那刚刚这个 最后我们这个 中兴大学 王教授所讲到的 这个民国 这个七十八九年 所做的这方面的 一个限电的 这个危机 拍胸部 保证 在这个计划上来讲的话 我是全心全意的投入 我是这个计划的 协同的主持人 但是你可以了解 一个计划的执行来讲的话 是协同执行者 出力比较多 还是顾问呢 OK 保证 一定是研究人员 跟协同执行者 出力比较多的 我想顾问来讲的话 只是咨询的角色而已 不是投入 那我想 这是台湾经济研究院 在刘院长 当院长的时代的话 我是所长的 那我想我是那个所的 第一任的所长 我现在是在台湾 中央研究院 我想是不一样的色彩 那从这个过程中来看的话 我呼应刚刚我们这个 梁学年长所讲到的 这个容量的因素 那事实上来讲的话呢 这个台电的报告 把燃煤 燃油 燃气 都容量是80%的话 那是太独厚于这个LNG 燃煤 燃油 燃气的 事实上来讲的话 全天下到现在来讲的 台电公司 这三个火力基础 这不可能容量是达到80%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干脆当机载算了 不要当什么中宅兼宅了 为什么 因为就是核能电厂 它是机载 它才能够达到 容量是80%以上 但是你可以了解 它在十年之前 它是没有的 所以你说 1990年代之前的那一段 说实在台电 没有那个能力 为什么 你台电才刚刚起路散步而已 它不可那么大的 这方面设备利用力 所以在1990年之前来讲的话 它没比可能 只有六七十个%而已 比如举个例来看的话 它刚刚在民国75年的时候 1986年来讲的话 核能的容量因素 六成都不到 六成都不到 但是你看今天 到今天为止 最新的资料 85% 所以你可以了解来讲的话 以现在来推定来讲的话 台电公司 对核能的容量是80% 是不为过的 我想从这过程来讲的话 我们这台电 就有关的数据来讲的话 假设 把这个LNG的衡量来看的话 LNG是一个尖载的 它是一个take of pay 才可以考量到中载来讲 如果未来来来讲 量更大的话 到机载的时候来看的话 你可以了解 它容量因素 没比可以逐渐逐渐的成长 但是 要达到百分之七八十的话 那是很难的 从过去的这个资料来讲的话 LNG的容量因素 铁定是不是没有要超过百分之八十的 为什么 因为它都是中载尖载上面来看的话 那从这个功能来讲的话 你可以了解 它的相对的 对专门的单位的成本来讲的话 它设备的利用率 相对于核能的电脑来讲 没有那么高的话 它怎么有这么的 有竞争的一个优势呢 是不可能的一个case 而另外一个问题 很理想的话 刚刚有人提到 就是说有关的这个利率的问题 那事实上大家我们可以考量到 刚刚我们这个洪远也说提到的 事实上就台湾的立场 台电的立场来讲 它是一个国营事业来讲 它是国家在保证的 何况来讲的话 在未来的时间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考量到 它现在重大的基础 大项的这种开支来讲的话 早就都敲定了 那可以考量 我们整个台湾来讲的话 这个利率的长期因素来讲 是不可能在 左下两位数的数据的 从这个理念上来 我们是非常非常support的 整个台电 在容量的因素 或者在利率的观点来讲 都是合情合理的 谢谢 谢谢 接下 你还有30秒 你还有多小时间 我们讲基载兼载 太复杂了 民众听不懂 台电董事长 请你等一下告诉我 每天早上7点的时候 你负载最早